LED燈全彩亮燈介紹 這個單元我們來學從無到有 一行一行指令來介紹 Arduino IDE如何讓BPiBit的LED燈點亮 首先我們開啟一個空白的Arduino IDE檔案 就這樣空白的 Arduino IDE的檔案裡面 重要的基本的結構有這兩個 第一個 setup的設定裡面 有一個算是方形的一個東西 設定 你一定要在這裡面定義一些東西 它後面東西才會認識 你要用到東西要在setup裡面縮 第二個是loop 它會不斷重複的執行 裡面的程式都會在這裡運作 這是Arduino IDE的一個標準的空白範例檔 接下來我們要在setup最前面 定義一些東西 定義哪些東西 第一個include 我們把韓式庫叫進來 這個是NEO PISL這一個韓式庫 就是它的RGB LED燈的韓式庫叫進來 第二個 我們讓它亮燈的時候 我們要說我們有幾顆LED燈 使用的GPIO的角位是多少 目前是4 目前是4 再來 再來 這個是它的標準的Stri 這個是它亮燈的一個方形 再來 定義它的電源Power 然後 目前是2 這個 再來你要告訴它說 我RGB 所謂的RGB 使它顏色 要怎麼亮 你在這裡定義 後面就可以直接套用RAID 你不在這裡定義 等一下我們在裡面 就要很麻煩的在寫 所以我們乾脆在這裡定義 我們先定義兩個顏色 第一個紅色 第二個黑色 黑色就是全部都是0 紅色呢 255 R這邊有一個數字 RGB G是0 B是0 所以這個是紅色 那這邊也定義說它是三色 就是它的那個紅色的值是多少 這一個 Color Station 這一個 那目前我們就是把它定義 大概亮度是 它的值大概是32 好 那我們就把這一串 複製下來 放到標準新的 Arduino ID檔案裡面 好 好 這是前面定義的部分 第二個 好 我們 告訴了電腦 我們有這些資訊之後 那你要接下來要告訴它說 這個 Stream Begin 是那個 RGB LED燈的那個初始化 一個是 秀是開始 展示出來 這兩個在 Setup 裡面 要告訴它說 我這一個模組 要初始化 要開始啟動 再來 Ping Mode 這個是Arduino ID裡面 使用數位針腳的一個函式 那我們前面有定義 LED Power 這是2 Output Ping腳2 這個是Output 然後Digital LED 就是數位寫入 它是High 所以我們在定義裡面 要告訴它 我們要啟用這個LED燈腳 再來 它的腳位是多少 它是輸出 然後它腳位寫入的值是多少 所以我們把這四個 你如果懶得打字 就直接用複字的 需要改 再來去改 加入到 Setup 裡面 好 必要的時候 請你把這個 排整器 好 接下來我們重複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讓它登來做 以洗以滅 那我們就加入 Strip 剛才講 我們前面這邊講說 這個是初始化嘛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使用這一個 告訴它說 我們要設定 它的顏色是什麼 這第一個 0 是第一個LED燈 第一個 右上角那顆LED燈是紅色的 然後請它展示 停留100是 十分之一秒 微秒的意思 那一秒等一千微秒 然後 在 亮燈之後 洗燈就直接請它 是黑色 然後一樣 記得設定完顏色之後 一定要請它秀一下 然後亮這裡 好 一樣我們把它複製下來 貼到 ArduinoID的loop裡面 因為它是在loop裡面 所以它會怎麼樣 不斷地被執行 不斷地循環被執行 不斷地循環被執行 那值得介紹的是 LED燈在BPI-bit裡面 它的LED燈的擺法 這個是0 1 2 3 4 5 6 7 8 9 以此類推 0 0 到24 共25個LED燈 所以我們這邊 0 那待會 就會在 這邊這一顆燈 它會亮 這一顆燈它會亮 好 我們來編譯一下 看有沒有問題 如果你是新的檔案 它會先要求要存個檔名 好 我們就儲存 編譯完沒問題 然後執行 上傳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有 好 這一顆LED燈一直閃 那我們很簡單來試一下說 那如果是不是 我要改一顆LED燈要閃 就把這個數字改成什麼 比方說我需要第三顆燈 好 我們亮第三顆燈 第三顆燈 第三顆燈熄掉 如果要改顏色 前面講的就是說 你必須在這裡定義 這樣 要不你就要把這一串 這個函視庫塞到這裡面 那如果你要引用很多的時候 就更麻煩 所以不建議 你把那個 這樣子的RGB的顯示方式 塞到這裡面 直接定義會比較清楚明瞭 好 那我們直接上傳 它應該會變成第三顆燈亮 0 1 2 3 抱歉是第四顆 0 1 2 3 它就跑到第四顆燈亮 這樣你就可以控制 你想要亮哪一個LED燈 1 2 1 2